美国两架F-15战机在叙利亚上空突然飞进一架伊朗马汉航空客机 伊朗当局谴责美军战机的恶意B机造成伊朗客机紧急转向 避免撞上美军的F-15 因此造成了数名乘客受伤 但美军否认指控 而过去一个月几乎每个星期 伊朗境内都有军事设施不明原因爆炸 也让美国和伊朗的情势格外紧张 飞在光空飞机剧烈摇晃乘客尖叫四起 结果有乘客被丢出座位倒在地板昏迷不醒 还有人手臂被撞到红肿座位手把掉落 更有人被甩到座位上方的天花板 当场头破血流 而上号这一架伊朗马汉航空客机 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却在经过叙利亚上空时 客机突然剧烈转向 连飞行高度也在两分钟内迅速攀升又往下坠 这场空中惊魂机上乘客更执政利利 此刻当场自拍空中惊魂 飞机右侧窗外竟出现战斗机逼近 伊朗当局随后指责美军的两架F-15战机 在叙利亚东南领空对马汉航空客机恶意逼近 美帝宛如恐怖分子恶意骚扰伊朗客机 美军坦诚是自驾F-15战机 但又保持安全距离 而是马汉航空驾驶自乱阵脚反应过度 伊朗美国各说各话 还好马汉航空客机平安降落 不过伊朗对航空紧张戒备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过去一个月伊朗境内军事设施 频频遭到爆炸攻击 像伊朗的纳坦兹核研厂和核子实验室发电厂 至少无起神秘失火 外界认为伊朗死敌 以色列很有可能顾忌重施 也最有能力暗中破坏伊朗行动 不过更奇怪的是 面对连续的神秘攻击 伊朗当局异常反应 而以色列官方一概否认 伊朗攻击与他们有关 还说沙奥地阿拉伯也对伊朗很感冒 而美国和以色列一向统一阵线 随着伊朗面对的压力节节升高 中东情势在天不安定气氛 东西闻黄信心 林培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